自从江武当上万路门的门主之后 整天无所事事 于是又干起了老本行 正当自己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陆赵瑶看到他依旧那么的玩世不恭 于是出声阻止 顺带重申下万路门的规矩 可江武哪是那么好讲话的人 他做事只凭心情 于是乎两人就有了独处的机会 就在两人比试的时候 江武又不按常理出牌 多次出手扰乱 最后演变成两人嬉戏玩闹 可这一幕正好被远处的立成岚看到 他心里的醋坛子已经打翻了 但还是默默地替他们收拾烂摊子 可阿大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在立成岚追问下 最终还是说出了自己为难之处 看到他们的对策之后 立成岚终究是没有高估他们 一个选择拖 一个选择抢 夜深人静的时候 立成岚一个人在闷闷不乐 陆招摇喊他也不吭声 还对自己爱答不理的 一看就是生气了 自己的相公还得自己哄 我来找你谈情说爱啊 咱们去起始殿 我就不信了小红魔 还能追进去 立成岚的脸上 终于有了一丝丝的笑容 自从江武来了万路门之后 跟个跟屁虫似的 搞得他们谈的恋爱 还偷偷摸摸的 就跟做贼似的 江武似乎感应到 他们偷偷约会去了 连忙跟了出去 陆招摇和立成岚 故地重游 林子游的这声姐夫 每次都喊得立成岚心花怒放的 阿姐姐夫 阿姐你身上的空空丸的作用 解决了 得知路招摇空空丸的副作用解决了 老板又哭又笑的 就连林子游都十分激动 阿姐真是太幸运了 如要同掌柜一样 得靠七指地 这里的药丸来化解碗疾 这可就难办了 在立成岚不明所以的情况下 林子游说出 长期待在七指地的隐患 咱们七指地的东西 一旦长期服用 想要再离开这七指地 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还稍待说出 陆招摇当初如何离开七指地的 想当初阿姐想要离开这七指地 不惜进入 净吃稀损 可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立成岚满眼的心疼和内疚 那是七指地 多少人死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啊 如果自己保护好他 也就不会让他受苦受难了 江武在树洞前打卷转 急得抓耳挠塞的 在无数次碰壁之后 直接恼羞成怒 换出落日盏 把所有的怨气 都发泄到了树上 一刀一刀不停地砍 两人走在七指地的街上 陆招摇说出了 一直想对立成岚说的话 我虽然创立了万路门 却不懂经营之道 这么多年 多谢你把他经营得这么好 但话锋一转 在我江武医师 我知道你一直在忍耐 立成岚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救了你的命 我虽然不喜欢 但仍心存感激 再忍耐的不住一个人 两人相识一笑 越来越有默契了 刚到树洞前 之前的好心情 就被眼前的景象给打断了 看到江武疯狂地砍树 两人急忙回到境地 我看到你俩在一起不开心 说好了三个门主 你们俩却有自己待的地方 江武故意提起救命之恩 不要太过分 当初在这求我救他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态度啊 一副的礼不饶人的架势 气氛一下就变得紧张起来 除非你们俩答应我 从今以后再也不来这儿 你要是不答应我明天还来看 看到江武那富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模样 立成岚和陆招摇选择妥协 江武见自己的目的达到 也不再得寸进尺 立成岚的眼神变得冷漠起来 当即回到七指地购买空空丸 想到林子游的话 一下买了十颗 想让江武待在七指地永远也出不来 腹黑的立成岚让阿大 假冒陆招摇的名义诱骗江武 看着江武喝下带有空空丸的汤 阿大一副奸计得逞的模样 一路小跑地向立成岚邀功 他的本意是把江武送去七指的 没想到江武总是这么出人意料 江武喝了汤之后可有什么反应 据兄弟们说 江武今天往盲侧跑了一天 脸色蜡黄 恐怕是不太好 捂着肚子找陆招摇要说法 你这怎么了 你给立成岚那碗汤里边放什么了 汤 什么汤 可陆招摇一无所知的样子 让其恍然大悟 原来是立成岚呀 在追问喜欢立成岚的原因 陆招摇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你为什么喜欢她 是因为她对你好吗 那我也可以 你不可以 因为你遇见我的时间就已经输了 浑浑噩噩了 你要想办法巩固自己在万路门的地位 陆招摇的六合天一剑不是丢了吗 你去查查林子玉的下落 江武会错意了 关六合天一剑什么事 巩固地位呀 可小伙伴也是无可奈何 现在的她满脑子都是如何讨陆招摇欢心 跟立成岚较劲 当初立成岚可以帮陆招摇把六合天一剑找回来 那现在我也可以啊 得知有林子玉的下落 立成岚和江武前后离开万路门 可后面的陆招摇却急坏了 这是要有大事发生了 林子玉正和小爱密谋 忽然落日斩破门而入 看到这把剑 林子玉就知道大事不妙 江武收拾林子玉小菜一碟 本以为一切水到渠成的时候 立成岚忽然出现 前后夹击的情况下 林子玉也知道害怕了 江武眼见自己讨好陆招摇的机会 就被抢走了 于是出手阻拦 今天这把剑我要定了 林子玉得意一笑 果然老天爷后代她 于是趁机逃跑 结果前脚刚走 陆招摇就赶来了 三人对林子玉穷追不舍 立成岚对六合天一剑志在必得 出手丝毫不留情面 就在将要拿回六合天一剑的时候 江武反水 借助林子玉手里的剑 刺伤了立成岚 又给了他一掌 陆招摇扶住立成岚 出声呵斥江武 林子玉趁机逃走 江武依附理所当然的神态 更是说出了之前与他约定好的事情 此一时彼一时 看到江武那不可一世的样子 立成岚顾不得万军舰的魔契 既出万军舰就要与他决一死战 眼见就要拼个你死我活了 陆招摇带着怒气推开江武 听到顾寒光说立成岚的情况不好 江武高兴地差点放鞭炮庆祝 两人吵着吵着就被赶了出去 江武本想安慰陆招摇 可他这次真的踩到陆招摇的底线了 不仅给他了一圈圈 还郑重其事地警告了他一番 立成岚醒来 可自己身受魔契困扰的秘密 被公之于众 江武狂笑不止 一个劲地出口嘲笑 立成岚感觉到自己在陆招摇的面前 更加地自卑了 为着顾寒光洒了一顿气 不顾身体上的伤 直接穿衣走人 对警跟着自己的陆招摇里也不理 陆招摇直接冲到他前面 你是打算一直瞒着我吗 我不想瞒着你 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立成岚不再隐瞒袒露新生 这种感觉就跟我以前脸上有清痕的时候一样 让我觉得自己丑了 我怕你会丢下我 因为新生害怕所以感到自卑 很多时候虽然你都在我的眼前 我就还是会觉得随时都有可能会失去 陆招摇文言 后悔当初去找什么心中的明灯 而抛下立成岚一人 看到平常那么沙发果断的一个人 如今的眼神里 却是那么的无助 陆招摇也许下自己的承诺 那么经历过种种磨难的友情人 能否就此平平淡淡生活下去呢 不甘心的江武又会出什么幺蛾子呢 请看下集讲解 喜欢的点关注